台湾顾问团 这样的发展又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我们来看今天最新的发展 反正他们都是全贵的 就是非富即贵的人就对 你是没有资格跟他说话的人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是 我的爸爸是不是将军 我们从来不会在学校做这样的讨论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居心可在 好我想赶快请教综艺员 刚才你点到老姐姐叫提油救火 那现在今天立刻开始把他当年的不是 虽然说老姐姐他也是否认 但我们说这场的记者会 很多人感动 但感动到最后觉得老姐是多余的 不过他们的心情大家不该体谅吗 以前是提赢救付 他是提油救火 不太一样 不体谅什么 就是他们家在军中 也是很好的家庭 将军 刚不觉得是权贵 如果他觉得自己 不是在军中有那样的高阶 有那样的钱 那我们的爸爸 我们这一代怎么办 我爸爸少校生八个小孩 每次我们家缴完学费 我妈妈就不敢回家 又跟他借钱没钱还人家 那15岁开始打工 我不是说我们多苦有多了不起 是我们真的那么苦 他们真的没那么苦 他们比较有钱 所以在军中他们已经是将军以上了 我就搞不清楚 到底国家对老爸爸 对老中校 对这个老大姐 他也嫁给将军 对甚至他们的那些 英亲的家庭 什么三二行管 一大堆 他们那些龙安救他们 政府跟人民 对不起哪一点 讲一点就好了 大家平心而论 在这个讨论的平台 讨论这个事 好像一副他们受欺负 委屈 要替他弟弟申冤 他弟弟对于 不管故意 或是爱玩 或是无心 对国家伤害很大 把国家国防部搞成那样 他弟弟赔不起 一万个老奶层也赔不起 你委屈什么东西 就是价值观很可怕 价值如果偏差的话 后面都别谈了 然后这个事情 还不晓得国家怎么散后 马总统 国防部长 然后以及我们整个体系 我希望借由这个事 伤害不要白受国家 以后能够变好 合理吧 当然 三个体系 一 总统是三军统帅 也召进了21颗星 七个大将 二 你今天行政院 国防部代表行政权 对于军事掌控的 第三 权力分立的原则 有立法权 我们国防委员会的委员 在这件事做了什么吗 大家满意吗 对总统 对国防部行政权 对立法权的国防委员会 你们满意吗 我觉得是一个彻底 该检讨的时候 一次全部公布了 而且我提醒一点 请赶快说真话 陶检三次搜索601 对不对 陶检还搜索了李倩荣 这些贵族的家庭 电脑 账册 然后卫兵的登记簿 全部在检察官手上 如果他公布出来 你现在不承认 最后被公布出来 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的 这是非常可怕的 不过陶检之前的 新闻讯息告诉我们 但我不知道这是真的 还是假的 说他是搜的是 今年一到三月份的 这个会客的记录等等 这个阿帕契 去年四月就来了 如果只看阿帕契 也看了快一年 如果只搜三个月的 会客室的记录 到底有没有用呢 不知道还是陶检 其实该拿都已经拿走了 好 那现在这个老姐姐救火 到成为自己 成为公金辩识 成为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 所以我请教博优伟老师 那这个相较于李倩龙 还是他们都同一个等级的危机处理 超级大失败 昨天的那个记者会 劳将军 他的这个真情的表现 不管是道歉方面 或者是表现对他的儿子的 这种深刻的期望 我觉得国人看来应该是非常感动的 就像主持人讲的 而且他也的确达到了 帮老乃城稍微扭转一点 这么严重负面形象 这样的作用 我也很同意刚才小朋友停住 让记者提问就好 这样是最好 那昨天的很明显 后来是他姐姐有点情绪比较激动 按捺不住了 所以起来讲了这么多话 那因为他 我觉得他情绪太激动 所以他讲话的那个逻辑 整理也没有很好 也很清楚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了 我第一时间 我在自己脸书上我就讲 我觉得他讲话扣分了 对扣分了 但是我后来也讲 我说天底下是这样子了 姐姐对弟弟多半都比较疼爱 我自己也是做弟弟的人 我了解做姐姐的心情了 只是说 姐弟的私情 摆在这个公部门 出了问题的这个case里面 来发挥的话 其实就算 他这个做姐姐的 再表现疼爱弟弟 不会有任何的作用 不会有任何作用 这就伤脑筋 对 所以我觉得昨天 他这样子表现之后呢 的确又惹了一些麻烦 但是我是这么讲 也许大家觉得我太相怨 我觉得老奶慧小姐 她毕竟跟这个事情 没有直接关系了 那么他讲话 大家觉得并没有帮助 也好 不得体也好 我觉得就 过去就让他过去吧 不要再对他人肉搜索 不要再去他的补习班 去访问这个访问那个 不要再提到他先生 什么他公公 那个都是无关的事情 我从个新闻学者来 角度来讲 我觉得有错 我们可以指出来 但是呢 我们做新闻工作的人 也不用绝情到 赶尽杀绝到那个地步 现在社会上面 也有这种声音 就是说 你老奶慧的表现不好 大家都看到了 那也就 有那个评论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一路往下追杀 谢谢 猎屋的态度 这个事情是 一路追加下去好呢 包括说到老奶慧 也有上几个人的状况 已经说他要提告 这个媒体的分寸 在这边或许大家一开始 同步可以思考 只是说呢 一个为了万圣节小孩 办的party 就可以把帽头盔 这个 帽子头盔带出去 这个实在 这个又是大家 完全无法接受的一个点 那不只是老奶慧 大家批评多 我请教郭委员 那关于老爸爸 老泽康 老将军 对 其实大家 就在现场被问到 那你到底是不是 一退役就到大陆去 你为什么可以去大陆做生意 这没有违反相关规定的问题吗 这个部分是不是 有些什么瑕疵 其实他们也没交代清楚 我刚刚有请教费委员 费委员是说 那个管制的规定是 民国89年才制定 就2000年了 那他好像是88年去 是 他88年去 对 所以前两天 大家在质疑 老泽康有问题 这个又都质疑错了 不这里 我坦白说了 是 就是说这里面 还是有一些 就是说你 你不会觉得这里面怪怪的吗 比如说他是六军团的 副参谋长 那总会知道一点 一些作战计划吧 不过那时候就没有 如果如果你刚刚讲 就是法律上面有规定的话 他要去那怎么办 不过实在很难以想象 你是觉得他们自己 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 比如说前一阵子 有传出一个东西 就是 我们那个 邱国正 他现在入军司令 那他之前是国务部副部长 那那个时候 有传出那个军情局在 内部有一些状况 结果就有人传出说 他的儿子 军情局派去 土耳其做情报 就有人泄露这个情报 那当然大陆就知道了 结果那个就紧急召反 紧急召反 把邱国正的儿子召反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儿子是军情局派去 土耳其做情报 那如果被对方知道了 对 那对方可能用那个来当筹码 那一样嘛 就是说 老泽刚 其实他民国89年 那个时候才规定 他没有违法 可是你儿子管这么机密的 最高级的这个阿帕器 那你都在道路做生意 那你不会被施压吗 老泽刚说他三年前就回来 没工作了 那时候老奶晨开始飞 阿帕器了吗 老奶晨是三年前才开始飞的吗 我不知道 对 我不知道 对 那时候买阿帕器了吗 老师刚刚追记的会说了 他三年前就已经辞职了 他可以之前 我跟阿帕器 他眼镜蛇了吗 对 眼镜蛇 眼镜蛇大概是一年多前 一年多才进来 对啊 前年底进来的啦 最近年龄进来 但是还没有正式成军 对 最多那时候他可能 老奶晨在受训吧 对 我觉得这样子了 那个老将军昨天的表现 大家都是肯定的 就像一个职业军人 应该有的一个担当 对 我没带过国王委员会 不太清楚 因为今天上节目 我赶快去问 老奶晨将军是在民国87年7月1号退伍 他退伍之前 曾经当过33师的师长 非常非常好的师 最有站立的师 后来当过六军团 我们北部军团叫六军团 六军团的副参谋长 在退伍前他的职务 那是叫陆军总部 陆军总部教准部的委员 如果说以他向着的资历 现在如果说现在退伍的话 要管制三年 他是民国87年7月1号退伍 民国88年到大陆去做生意 公司登记负责人是他 这个我们在网络上去找的 那为什么不到一年 你就跑到大陆去做生意呢 那我就打电话 就到广州去问 广州就说 我说管制几年 他说 他想说这个要先讲清楚 现在都职务管制退伍 像我们幼尾修 他当政务官退伍 退休 退休 也是三年 然后他那个职务 是三年 也是三年 可是在民国89年 民国89年 才制定了管制的规范 管制的规则 所以你说他有没有违法 是没有违法的 但是让大家觉得 就像大家讲的怪怪的 对不对 而且你想想看 那是15年前 那时候大陆想不想跟我们的军方做同 当然想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是怪怪的了 但是你说他有没有违法 按照我去查的 是没有违法 但是平常讲是怪怪的了 对怪怪的 这个因为你相关从事 相关的 你以前的资历 学经历 跟你那个生意 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是 好 然后你又是军方退伍的 但是 但是我把 我是把这实话讲清楚 这个 耳后我是觉得 这个当然相关的规范 应该要 现在大概已经管制的 非常的清楚 好 那是三年 不过现在大家可能讲讲 这么高阶的将领 三年到底又够还是不够 但现在告诉大家 没有违法 待会回来 我们再来看看三二新管的问题